先进的空拍技术稳定的操控性 中国无人机大厂大疆创新 早已稳居全球无人机市场龙头地位 只不过中国制造的背景 也让它成为美中贸易战的标的 美国CNN更纰漏 大疆创新已经被美国白宫盯上 美国政府已经发出警告提醒大家 要小心中国制造的无人机 因为它内建能够分享数据资讯的零件 会把敏感的资讯情报回传给中国 并且很可能被中国当局滥用 尽管这份警告函并没有明确指明道姓 但是北美的无人机市场 大疆创新就有将近八成的市占率 2017年年收就高达858一千台币 只要美国陆军则在2017年就下令禁用 所以外界都认定 美国政府正在启动抵制大疆创新的序曲 而大疆公司20号发表声明称 大疆给予用户对数据收集 存储和传输方式完全的掌控权 用户也可以采纳美国国团全部 推荐的所有预防措施 而且不光大疆创新 美国纽约时报更指出 中国的影像监控公司海康卫视 很可能就是美国制裁的下一个目标 暂地新闻 文字报道